你那个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如果没跟我在一块 你就可以低调一点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 为什么呢 因为我曾经 我也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 然后平时家人们 然后我的话平时 把自己打扮得太帅了 真的 就可能在外边 都会有很多 你们懂得 我太帅了 也会有 家人们 怕遇到危险了 你们吃饭了吗 姐姐和阿姨们 你们没有吃饭的Q1 我看一下没有吃饭的 如果是你们 没有吃饭的比较多 我这个时候 吃东西 我觉得我就太过分了 对不对 意思 如果吃饭的人少的话 你就 你吃腿 这是甜皮 你吃你吃你吃 阿姨特别喜欢吃 你这个最好吃的不为你 你自己留着吃 这还有呢 还有个腿 对啊 我们两个一人一个腿 但是我这个好甜 你也太皱到了 哇 现在咱们直播间 马上9000个人呢 这是乐沙甜皮 表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给家人尝一下 甜皮很好吃 然后吃了 这个好脆呀 这是哪一家的 这是哪一家的 这一家甜皮呀 好脆 这是 边吃边聊 我怕家人 待会你们流口水呀 我们这边好吃的可多了 你们来乐山家人们 我给你们 带你们去吃甜皮呀 很好吃 这家甜皮要是脆的可 嗯 嗯 他们流口水了 哈哈 喝水吗 我给你倒一个 我不喝水 你要喝吗 我给你倒一个 我不要 咱们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啊 什么味道吗 甜的 然后 口水牛一地了 哈哈哈哈 他们说口水牛一地了 怎么办 好甜的 家人们 你们喜欢看这种日常 日常的直播吗 喜欢的话 我们以后可以多播一点 如果你们不讨厌这种日常的 我以后一日三天 我都可以直播了 好吃 好吃 嗯 喜欢呀 我们吃的比你们好 真的呀 对 我最近 就是又受了四斤 可能工作量太大了吧 我太难了 家人们 喜欢 他们都喜欢 哇 好多人呀 叫你们点点小赞赞 我们把小赞赞点一点 你们都想吃了这种甜皮哦 你好 你们有时间的 罗莎奶 我就请你们吃 罗莎甜蜜啊 好吃的很 还有豆腐了 今天你们慢慢吃 那今天就多播一会儿 待会儿 还要我马上这个吃了 就吃饺子了啊 然后的话 呃 这个不辣的 一般外面的甜皮鸭的话 就是很甜 这个甜皮鸭 乐上的甜皮鸭都是这样 然后给你载载这种 嗯 那就吃一个没有骨头的啊 家人们 看到没有骨头的 谢谢啊 感谢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们 太喜欢你们了 谢谢 感谢家人们 谢谢这些姐姐和阿姨们的小赞赞啊 如果你们手辛苦了 就不用点赞 你们不要送礼物啊 看着这种就是 嗯 我给你们尝一下 你们吃不到 我就把你们尝一下啊 来 我待会儿杯水 你喝一下 你喝 来 好丝滑呀 是真的是 你今天开直播是为了 来 就是香咱们煮饭家了吗 哈哈 你吃这个 好好 我待会儿吃 这样我先给大家聊聊天 好 我今天 你知道吗 这元旦的啊 元旦的 我有一个小阴望 你能不能帮我实现 是吗 你猜一下 我有一个小小的阴望 今天好欢喜你 你们喜欢今天吗 欢喜今天吗 欢喜今天哪个欢喜呢 哈哈哈 今天她很可爱的哈 咱们主播娘们 我说实话 谢谢啊 感谢家人们 今天这姑娘真的 也特别可爱 我也特别欢喜她 咱们都欢喜她 上个链接 这东西咋上呀 这东西咱们都是 对外边去买的 对 这个我们没有买一个嘛 你以后有机会 可以给大家分享啊 这东西 如果你们真的欢喜的话 这么多人欢喜啊 今天他们好欢喜你 这样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今天你看你能不能满足我 我说这元旦节 你知道死亡吗 你猜一下 什么 我有一个愿望 我想在元旦的时候 能够尝一尝你的手艺 可以啊 真的吗 我想吃的是那个 你做的那个驼驼鸡 哇 真的 我想 我突然回忆着以前啊 你在家乡的时候 每天给我做好吃的 哎呀 我就流口水 怎么办 那我以后天天给你做 主要你以前 你给我做的 来把我搞的 要不这样的吗 啊 我就辞职了 我就专门给你做饭 天天在家里面给你研究 给你做做饭 怎么样 那我得被你养成一个胖子呀 啊 你觉得不好吗 我一突然回忆着啊 这个回忆涌上心头 想着你当初每天给我做好吃的 我现在我就 哎呀 总感觉我这个胃口就被你养 养来比较刁专了 怎么办 今天 真的吗 真的呀 我现在我的这个胃口哈 家人们真的被今天养的太刁专了 今天变化好大 真的变化太大了哈 配点米饭 多多鸡 元旦订婚 元旦的话有点早了 家人们元旦太早了 都是肉 哎 今年的话还是要 我觉得哈 我 你说 直播间的家人们说 太喜欢我们两个了 我们直播不是给粉丝看的 我们给那些喜欢我们的姐姐和阿姨 我们看到 所以就现在就播的就是什么日常都给家人们看 你们以后有机会来乐山参观一下我们的生活 呵呵 对 我喝一口 你的水 长胖一点 也 几年的话 其实他现在他要保持身材呢 我都感觉他有一点 为什么呢 嗯 你是为什么要保持身材 你前几天还在跳绳 我没有保持身材 你前几天跳绳呢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 家人们你们猜一下今天在想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 他们一个女人 保持身材 我觉得吧 就只有一种可能 你们知不知道 为什么要保持身材 我跟你说 啊 没有什么问题 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们都回答不了的 你看马上就来了 他减肥只是他的这个过程 我没 你看他的目的 我真没减肥呀 家人们 你们知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家人们 很少人能够猜出来 我觉得 你才有目的 你说这话 我哪里有目的 我 你有目的 女人 一个女儿 她要什么时候 她要恢复到自己最佳的状态 无论是她的皮肤颜值 五官还是自己的这个 体重 那我也要说一个秘密了 家人们 就是一个男孩子 我怎么了 现在开始敷面膜了 你们说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很简单 纪念 你知道吗 我的目的就是有一天 我和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见面的时候 那一天 这是原因之一 当然那一天 也是 我人生之中最重要的时刻 你有目的 你知道是什么时刻吗 今年 我的目的就很简单 我可能为了变帅一点 但我变帅 不是为了我自己 你为了我 是不是 辛苦你了 我给你们说 家人们 他今天 昨天 我就 我昨天我就穿了他送给我的那个衣服嘛 然后我穿了之后 我家人们 他就说 你这个样子不行 我说怎么了 他说 真 真不能这样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 你这个样子太好看了 然后出去的话又危险 而且我没有安全感 家人们 他他就是经常这种放低自己的这种就是角色 哇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他就我让我觉得有你说这句话的意思可能就是让我有安全感 他就说你别你不要这样穿 他他给我的衣服 然后他就说你不要这样穿 我觉得这样不行 他就很严肃的说 哇 现在咱们直播间一万多个人了 我说怎么不行 他说你真的不要这样穿 你这样穿出门的话 我真的没有安全感 不是 今年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问题不能怪我 没有 不能在于我家们 我给你们说一下来龙去脉 真实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 不能听今年一面之词 是怎么回事的 我告诉你们 今年昨天 他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仙女 我的天呀 我真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 我的天 他那个美貌 你们懂的 你们懂的都懂 今天他这个颜值 哇 又开始了 完全我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家人们 我可能我只能够 让说说说个词 你们自己去想象 就仙女那种感觉 无法用语言形容 然后他说他昨天问我一个问题 他走过来走到我面前 他说 安安 我美吗 哈哈 我没有这样说 哈哈 你怎么说 我就 我就 我 我没有 然后 然后家人们 不要听今天一面之词 你说的我脸都红了 你们听我讲完 不是 他类似的 相当于有点像象的词语 他说了 你觉得我这样怎么样 当然 没有 他就想听我夸他 今天他肯定就想听我夸他一下 然后我就很淡定 我因为我真的无法找到语言形容 他太美了 他就跟仙女一样 我的天 在我眼里 他真的 金莲 你是你每天吃露水长到的吗 你真的是 只有吃露水才是仙女你知道吗 然后家人们 丢脸了 我都被你说了 然后我就很淡定 我就给金莲说了一句话 我说 哎 金莲 你什么问题都没有 他问我怎么样 他问我他怎么样 我说 就只有一个问题 哎呀 我说 什么问题呢 我说真的 你 太美了 你真的是 这个问题 你太美了 过后 就会造成什么 因为我的话 肯定有 我肯定颜值 没今天那么好看 天哪 我们走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觉得 没有 就说 我肯定是你们懂的 家人们 虽然你们没见过我 但是很多人能够想象得到 我肯定 也 也 就说 颜值上面还是 敢几年差了一点点 看看那家人们 我跟你们说 就是 怎么说呢 是这样的 我 我昨天的话 我就是 没有刻意的倒办 我就是 哦 你平时就这么美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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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 结果你没有刻意打扮 今天你平时都这么美丽了 不是啊 妈哥 你不得了了 打扮一下 打扮了 昨天打扮了的 家人们是这样的 我昨天 穿的是 没有刻意打扮 在华西生物分享 那个 护护品的时候 我穿的一模一样的 然后的话 我就把那个头发这样披着 然后就这个样子 砸在了后面 他就说 我说 啊 我说 这个样子穿好看吗 我就这样问他的 然后他就说 哎 不行 真的不行 哎 我说怎么了 太美了 我没有安全感 哎 其实怎么说呢 家人们 我开个玩笑 说没有安全感 实际上呢 我 我很有安全感 因为我的话能够 要把直播间的家人 笑死了 以后他们都是 我都不肯 我说话 我都要给你注意了 不然你都分享 跟直播间的家人 好尴尬呀 完了 我待会儿 我远不回来了 怎么办 我其实也不是没有安全感 我很有安全感 就是为什么 今天我说实话 为什么 我说句真实话 你相当于听 我内心想法 我当然 我肯定没当这里面说过 我也现在当着直播间 那么多人的面 你说嘛 我给你记在信里面 不是 我 我还是私下说吧 你现在说吧 你 现在直播间人太多了 一万多个人 我的天 你吐到一半 你又把话给 咽咽下去的话 我可以接受 我问一下 我能忍得住 当时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们 她们 就觉得很难受 我以前 我给你讲过的 我现在 家人们 你们真想听吗 那你今天必须 我问一下他们 想不想听 快点 我说实话 你要我说真心话吗 就对于你的 外貌 我的内心的一个想法 你说呀 家人们 你们想不想听 不 不 外貌的 我不想听了 你不想 外卖的 我 外貌的 我问他们 我 我给你说 想听呀 就我对 别说 就不说其他的 你可以 你可以评价我的这个人 怎么怎么怎么 但是你不要评外 外貌 他每天他就 家人们 我跟你说 我知道今天 虽然说你的外貌 只是你的众多的优点 很小的 一丢丢的小部分 你的这个嘴呀 我跟你说 这么来 就是我在外面 家人们 他的嘴巴 会说的 我都觉得 让我不好意思 知道吗 他每天就是 他就是经常会说一些 哇 有朋友的地方 你今天像公主一样的 怎么了 今天 我 我不是 人可多了 我好尴尬呀 我觉得 你要 我有些时候 我只是想表达 我内心的 他是一个很爱 家人们 他是一个很爱表达的 我其实 我表达的 我现实生活中 对别人 我话很少 说实话 家人们 但真的 我对今天 有些时候 因为什么 我内心想法 你们既然想听 我就告诉你们 我其实 我希望 能够让几年 自信起来 所以说 我随时夸赞他 这不是说 我什么 随时喜欢 也就是说 当着别人的面 夸几年 家人们 真的 我说据良心话 我真的 我为什么喜欢夸几年 几年 你们发现 你现在 感觉都 比以前 家人们 你们记不记得 以前几年 是什么样的 他会很含蓄 而且又很害羞 他没有 对吧 没有现在这种 比较阳光的感觉 原来是这个目的心吗 不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目的 但其实我说的也是真实的话 好 然后真心话 你们 我可以告诉你们 为什么我 今天我这样说了 对于你的外貌方面 家人们 我说实话 其实今年的外貌 咱们抛靠外貌 不说 今天如果没有这个外貌 我依然会 真的 像现在一样的对他 男人 真的 没办法 今天你怎么就长成这个样子 我跟你讲 家人们 人家那天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跟姐妹 上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然后他就说的 他说 几年 他说 几年比以前成熟多了 如果你就是现在突然变得很丑 很丑的话 我也会很爱你的 真的 今天 哇塞 好浪漫 因为我觉得外貌 真不重要 我说实话 今天我没遇到你之前 我本来想我这一生 我就找一个仅仅 就说长相普通 然后适合我的人 我想的是 就长相不重要 我以前从来没对长相 有过这个标准 我觉得长相真的不重要 脚子能乐 我希望的是这个人 他的 这个 人的这个品性 很重要 家人们知道吧 今天他去拿个吃的 拿好吃的 然后他走了 我告诉你们 其实我对他外貌 是怎么评价的 很多人想听家人们 我没当着今年的面说过 我说实话 我对今年的外貌 我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太 我觉得吧 很好看 但太美了 我说实话 一个女孩子在外边 有可能也不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呢 真的太美了 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 在某些层面 为什么呢 就我往往更希望可能 今天如果当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穿着朴素一点 他别滑壮 甚至 说实际点 他丑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这样当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安全 吃 我待会吃进 这个不盖的 真的 你想听我说吗 我刚刚说的 你没听着 听到了呀 没听着 你去拿东西去了 我真的 听到我说实话家人们 人太美了 也安全感 其实基因他人格我的安全感 我是满满的有安全感 只是说这个 我说的安全感是什么 就当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 我他真的如果太美了 比如说晚上一个人回家的时候 对吧 或者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我就会往往 我会觉得他的美貌 和他的这个安全程度 是成正比的 他越漂亮 有可能越不安全 家人们 你们能不能理解 我说的这句话 能理解打个理解 真的 有过越理 有经历的人 一定能够听到 我说的这句话 因为有些时候 可能女孩子真的太好看了 就容易 你们懂我意思吧 真的 能听到我说这句话 理解的人的话 一定是真的 有过经历的 这时候 可能会遇到一些危险 一些不必要的危险 因为我不在他身边 我不能保护他 我觉得真的 这是我对他外貌的 我觉得唯一一个 可能 你说是优点吧 也是优点 你说是缺点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一点 就唯一一个是我觉得 我会去纠结的事 对吧 但是我想说什么 几年他只要在我身边 几年我告诉你 你只要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有多美 都行 你就可以把自己打扮的美美的 然后跟在跟我在一起 因为这样你就特别的安全 对吧 你把别人抢走 对 因为现在肯定法制社会 但是谁抢我呀 你放心吧 没人抢我 不是今天 虽然说现在法制社会 但没人马一生中 对吧 你太好看了 你肯定有些时候会遇到一些 万一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个社会上 对不对 万一遇到一些不好的人呢 对不对 他会不会就做说什么伤害自己的事 那还真说不一定 我好好保护就好 对 所以说我现在很多时候 你看家人包括现在 我很多时候我都和今天待在一块 不管做什么 我很多时候都和他在一块 对 这样你想怎么美 就怎么美 知道吧 今天 你放心 除了你要抢我就没人抢我了 谁说的 什么叫除了我要抢你就没人抢你 真的呀 你快过来吃东西呀 你在那里忙过去跑过去跑过来 家人我真的我对吉林他这个人 他对我的这个 对吧 咱们那个谈恋爱的感觉 我很有安全感的 我不怕别人把他抢走 我就怕别人对他做出一些让他不安全的事 真的 我说实话 就讲直接就是这个样子的 不会的 因为有些时候 什么时候会的 我跟你说 那可是我想多了吗 是你把我想的太好了 然后的话 因为你的话又是一个小小姑娘 你手无腹肌之力 对吧 你在外边你看 你小姑娘你才多大 然后又年轻 你力气又小 又瘦 你说人家 你如果打架 你说你打得赢谁 对不对 我跟你们说啊 家人们 呃 我的话 不是不管我长得好不好看 我觉得啊 这个不重要 就是 这个 有点搞笑了 我也不是很好看什么的 但是只不过 我觉得你说的一个很有道理的就是 这个大城市里面坏人确实肯定是有的 所以的话不管是长得好不好看 多少岁的女孩子 姐姐也好 阿姨也好 都要保护好 第一次什么 今天 都有保护 如果你那个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如果没跟我在一块 你就可以低调一点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 为什么呢 因为我曾经 我也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 然后平时家人们 然后我的话 平时 你遇到危险了 把自己打扮得太帅了 真的 就可能在外边 都会有很多 你们懂的 我太帅了 也会有 家人们 他遇到危险了 我 我也 我 究竟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